有关于脂质叙述何者正确问脂质 所有的脂质对水都不具有清和力吗 为什么这里不对 不是还记不记得磷酸甘油脂 简称磷脂质 磷脂不是有一端叫清水端吗 就是那个大头 两只脚才是赤水端 所以一边叫清水端 它叫做急性端 一边叫赤水端 这都非急性端 那这一段就是跟水有清和力了 所以A不对 植物脂肪通常还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对所以在室温下尝试液态 称之为植物油 动物脂肪有较多的双贱吗 饱和脂肪酸是双贱吗 不是吧 是单贱的饱和脂肪酸 所以这题的C是自己跟自己矛盾 饱和脂肪酸是单贱的 都饱和掉了 所以B对C不对 那猪犬下 植物的角质层是脂质构成的 它是蜡质 所以猪是对的 植物的叶片表面是蜡 所以像打蜡一样亮亮的 可减少水分善失 所以猪对的 性激素的成分也是脂质 没错 它是固存类 就是由胆固存转变而来的 的性激素 叫做固存类 像雄性激素 睾骨酮 雌性激素 动静性激素 都是胆固存转变而来的固存类激素 所以性激素是脂质 是固存类那一类的 所以答案是B组1 我会不会有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